电脑荧幕可以翻转超过180度是个创举 翻转荧幕除了可以达成掌上被打的功效外 也带来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好处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作为车上导航 目前的可惜式导航大多以3.5寸或4.2寸的荧幕 原因是过大的荧幕会遮蔽驾驶者视线太多 对安全性构成威胁 尤其是夜里开车 过量的荧幕和荧幕在挡风玻璃上产生的倒影 都使驾驶者感到非常不适 加上太小的荧幕 太小的字体 也让驾驶者难以辨识而影响开车的专注力 市面上有许多传统笔记型电脑 配合GPS接收器充当导航 这样的装置可能需要乘客辅助才能使用 Nuapad UMPC特殊设计的固定架 吸附在挡风玻璃上 配合翻转荧幕 让大部分的主体重量自然平放在仪表板台上 而荧幕下垂在下方 调整主机的仰角来达到适当的位置 这样的装置带来的好处是固定牢靠 荧幕大 与驾驶者距离近容易阅读 不遮蔽视线 不在挡风玻璃上产生倒影 不在驾驶者正常的视线角度里 荧幕较不容易受阳光照射 影响阅读 就可惜是导航而言 Nuapad的结构与固定方式几近完美 荧幕反转接近360度 除了方便被打操作之外 挂在车子座椅上 成为后座多媒体播放机 摆在桌上成为标准的数位相框 挂在厨房当作做菜指南 挂在花园或挂在浴室 等潮湿一沾水的地方 调化于高处可防尘防水件 耀用无穷